泥水夾雜土石不斷往下冲刷 开米台风虽然已经出海 但外围环流惊人 单头仍爱乡传出灾情 因为现在从昨天到现在 豪雨持续不断 目前在14K 12K 6K 然后在30K 然后在48.8K 持续都有那个落石坛方的状况 头89线例行产业道路 因为地质脆弱敏感 多处发生土石流 柔场寸断 就连出洞货柜挡土墙也没用 照样被冲垮 挡不住啊 它就溢出来了 前面那个队墙也是在挡土石流 也快挡不住了是不是 对啊 路面遭大量土石占据 导致双向交通中断 天后不加 加大枪收难度 在38K的地方 它上边坡的那个土石流 一直持续下来 所以说导致我们施工人 也不大敢靠近 同样是仁岸湘塔罗湾西持续暴涨 水位距离桥面仅约一层楼高 庐山的吊桥以及变道 已经拉起封锁线禁止通行 另外道路沿途山壁散落大小落石 山壁出现突石流 狂蟹而下 甚至堆出超过一个人高度 而在属于台风高危险区的鲁山温泉 去年卡努台风来袭时就遭重创 这次面对凯米台风 虽然公所提前派遣重击聚进驻 能在第一时间尽速疏通道路 但大雨一来工程又得被迫中断 还好24号仁爱乡公所 已经陆续撤离周遭居民 希望将伤害降到最低 下期新闻南投组合报道